一场因内奸谢米尔惨败的斗争 当务之机是尽快找出内奸 小队员春来反馈的情况 带来全新信息 作为领导人的邓长伦 究竟会采用什么方法揪出内奸呢 用假情报引蛇出洞 抓住接应人 顺同摸瓜找出背叛者 抓住了有一点的藻林 进行审问 所以金枣林真的是内奸吗 那为何本该被抓捕的藻林 仍然能和邓长伦握手相拥 邓长伦又会采取什么行动 如何才能抓住真正的内奸 详情观看 智除内奸 下 话说本次行动在姚家湾开仓分两 并分两路 幼敌深入 设下埋伏 前仓在游击队内部的内奸 将消息传递给了林仲持 毫无意外临终了邓长伦之计 你们避开大陆渡口 师爷 有 召集队 我们绕过渡口 走小路到雅万村 活出邓长伦 打起来了 好样的 林按间谍给出的走小路到姚家湾 而实际上由金枣林带领大部队在另一处地方打响战争 这边罗生一响 就是在提醒草林所带领队伍迅速撤离 这样调虎离山才能成功分两 被戏耍一通的林仲持回到家里 已经对内奸给出的情报产生质疑 林大队长 这碗尼怎么来了 三哥 你这也不安全了 然后一家搞哨 今天在山山湾吃回不久 一个中队被他们打响了 那这样 你先休息休息 我先出去 多步几个岗上 三哥 你对强哥送的情报有误差呀 邓昌伦到姚湾村的石家和地点完全不对 我们被小林团撞了 大队长 上次送的信 有机被死了五个人 你怎么不说误差 你把赏银给我 我不听你这么犯话了 三哥 我没有责怪的意思 军事上改变时间地点 那是长点的事 再说了 我堂堂一个大队长 是手的钱的人吗 好了 我们说什么事 你的那个秦哥 还是中队头 我跟他上次见面到现在 隔很长时间了 我也不知道 那这样 你想办法跟他碰个头 我要见他 大队长 漫天大事件 我到哪里去找 找到了 也未必肯定见面 另一边 周树林开始对身边的楚林 有所提防 故意下钩子试探楚林 楚林啊 擦枪子 昨天晚上邓代表身边就只两个人 怎么在沙岭张家湾爬起来 树林 忘了纪律 对对 纪律 真是没想到啊 邓代表这人太深了 这场声东击西的仗打得太漂亮 三姑将林仲持要和秦哥见面的意思 转达给了他 未曾想秦哥竟然答应了见面 三姑 在这里 小林老弟 爽快啊 我们终于见面了 上次呢 因为有你的情报 我们顺利地干掉了陈九 这次 如果能够抓到邓昌伦 我另外重重有赏 而且 还送你们俩远走高飞 到一个谁也找不到你的地方 怎么样 大队长 我的脑袋 可是钻在您的手里啊 这邓昌伦 他不是等闲之辈 这事 要是让他知道了 我的命可就完蛋了 他知道什么了 今早林 被秘密押送到徐家湾接受审查 邓昌伦对我 暂时没起怀疑的 那不就完了吗 我告诉你 这次 我要邓昌伦 所有的 林仲持的野心 不同小可 不仅要一锅端掉全部共产党 甚至直接提出了 让秦哥单独干掉邓昌伦的要求 在立和美人面前 秦哥最终被说动 答应了刺杀邓昌伦的要求 看来不仅林仲持对邓不满 缅州城防的领军也容不得邓 对邓的最后通牒已经下达 陶昌伦并将全力以赴 我已出奇招 你不久可见邓昌伦的人头 林仲持尽上 陶旗贤同志 你好你好你好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休息这么长时间了 早都会早了 来来来给你介绍啊 这是上级新宫派来的大队长 陶旗贤同志 接替牺牲的陈久 但仍大队长一职 他的到来 为邓揪出内奸 又添了一把火 来来向大家传达一下 上级的有关精神 金造林已经照顾 注意这里直接放出假消息 让人在队伍里的内奸 相信自己还未被发现 捧场游击队扩边 由此构成了 以陶旗贤同志为领导的大中队 和以邓昌伦同志为领导的二中队 邓昌伦来到二中队 叮嘱他们开辟新营地 训练部队 同时也要将部分精力 放在一中队 早林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可知这里二人早已知晓 内奸在一中队 这里邓昌伦留下那件 自有他的打算 可谓神机妙算 运筹帷幄 并且要求我们多带些盐过去 我们这边的盐 也只剩下半晚了 咱们是不是想办法 去捧场那边弄些盐过来 要不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摸到镇上去 还是我去一趟吧 万古院那边 有三人要求加入游击队 今晚上我顺便 去把这事给落实了 也好 初林同志 每次你都只能完成 刻定的任务 今天晚上的镇上去 搞到研以后马上返回 保证完成任务 转头内奸就将通过淘气贤 传递出邓昌伦 在薅草滩待两天的消息 传递给了林仲持 一中队转移行踪不定 好 早林 做快表 早林 让队员们踩到薅草 留下小印 准备转移 是 邓昌伦则带着二中队 全体成员即刻转移 并故意留下自己的毛巾和木块 快 在等林仲持摸到薅草滩时 邓昌伦已经人去楼空 大队长 您看这不快还是湿的 这说明半个时辰前 他们还在这里 您再看看这个 本长轮 气息败坏的林仲持 直接放火 烧掉了旧营地 总队长 邓昌伦 与瑜伽胡蝗草贪附近处战 有迹象表明 该部有所扩渊 欲剿灭之 无恐人员不足 恳请援兵 加持本部二路合一 歼灭邓昌伦 指日可待 早林 我们就要与一中队会合了 你要继续受委屈啊 躲起来 邓昌伦带着二中队转移 不知道当两队会合时 看到已被处理的金早林 是何想法 邓昌伦 邓昌伦 是在好扫谈以待 情报是准的 可怎么就来不到它 大队长 这事提不得 得这兔子 也没那么容易 我和大队长 一起研究了一个 消灭捧场联防大队的作战 邓昌伦和陶齐贤 给出了 消灭捧场联防大队的 作战方案 在营地暗兵不动 我们用两个小队 在岳州湖上 暴露活动 吸引人中斥 等他发现上当以后 肯定会绕倒返回膨炸 我们叶尔中队 集中全部力量打伏击 消灭林仲持 请大家完善细节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两天后行动 这个方案好事好 可问题是 咱们怎么让林仲持 到了岳州湖 再折返回来 给我们打伏击的机会呢 他要是根本不理睬岳州湖 咱们该怎么办呢 注意这里埋下了伏笔 林仲持 真的会如邓昌伦所料 一定会折返回来吗 怎样才能让他折返回来呢 张沟和郭河的结合地 走马岭 你看怎么样 我看行 这个地方适合他附近 好 就这样定了 树林 为了确保安全 你和我带一班人 先到走马岭去观察 林仲持来回奔跑 等他一进到我们的口袋 我们立即赶到主阵地 指挥间谍 是 为了确保战斗胜利 树林 你们各带一人 到张沟 郭河 去某种地形 好 保证完成任务 邓代表 我对你有意见 有意见 您答应过我 会让我上前线 可为什么这样打了这么久 您还不带我们去 何华呀 我正要找你呢 这次派你啊 就是去前线 真的 你的任务是 带领所有女队员 去抢救上员 是 邓昌文派楚林 去摸准敌情 谁料想 他转头就堕入 情人的温柔乡 什么叫吧 这次真是天赐良机啊 是大家前的情报 你赶快送给林队上吧 这游击队 实在不是人带的地方 等前一到手 咱们马上丢走狗飞 基本执行任务的 就你个人 还有 牛啊 我把他走 谁 就是猫 怎么直叫我 是猫叫我新金手票 秦哥 你快把情报告诉我 现在已经是三更了 再吃 你就走不了了 和情人交换情报过后 叶三姑来到林众池处 反馈情报 我和他昨晚在一起 待了两个时辰 情报嘛 都在这儿呢 小伙伴 你是住我这个江山的人 我以后会封正宫娘娘 大队长 别哭我了 你能帮我正宫 我不做那个梦 昨晚 他把和他执行任务的宝贩吃开 冒似和我在一起 你把钱钱给我 好 小两口过日子够了 还不知我们有没有这个福分呢 情报给我 就这样林众池获得了情报 林众池和邓昌伦 最终的决一死战 即将打响 邓昌伦和楚林 先行一步 先去佐马岭摸准敌情 等一中队的大家 全部按计划执行 离开之后 金早林出现 这场佐马岭伏击战 原来也是邓和桃两人的计划 早林啊 辛苦了 为了马力敌人 保守军事命 伏击战表面上是在佐马岭的 已经有灵相信了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 根据单代表的度数 此机站在黄谷摊大 黄谷摊 行动开始 先派出一队人慢 到宇州湖上四处穿速 然后再登出一队人慢 到佐马岭一带 然后再开一个弯 到旁场连防大队 去接应刘少南的大部队 攻打林冲池的大队部 其余的队员到黄谷摊口机械 这些个角色要全部吃掉 然后咱们所有的队员到旁场边 事先民会合 明白 被邓昌伦细戏耍过两次的林仲时 也开始核对情报的真假 不过这次 尽管他再三核对 也逃不出邓昌伦的魔爪 你敢不敢 单独跟着邓昌伦 你要是能单独跟着邓昌伦 我少金票五根 真相终于大白 原来内奸就是刘楚林 原来楚林与地主刘海 到小妾叶三姑相好 一直以来都在地下偷偷见面 两人很早就商议逃脱是非之地 私奔离开 尤其是被迫作小的三姑 离开的欲望更加强烈 他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 情郎楚林身上 而这一点恰好被林仲时知晓 利用了二人远走高飞的欲望 引前利诱让楚林做内奸 显然目光短浅的三姑信了 楚林也是色令指昏 就做了内奸 第一次打沙岭村的战斗 就是因为楚林泄露机密 导致林仲时带队突袭 大队长陈九因为兵力分散 不敌林仲时最终英勇牺牲 游击队的第一次小规模斗争 反败告终 不过吃一欠掌一致 邓昌伦也有所行动 派人假扮内奸 传递情报 抓住林仲时方的情报人员 对他审讯 顺头摸瓜找到了关键人物 叶三姑 并借叶三姑之手 顺利救出了被捕的陶吉贤同志 而对内 邓长文借用内奸的挑拨离间之计 让大家伙儿都认为 金早林就是内奸 让内奸放松警惕 之后便策划了姚家湾开仓分粮一事 故意用假情报 让林仲时对楚林有所猜忌 为确定楚林是否已经暴露 林仲时接叶三姑让他当面对谈 也就是在这面对前色的诱惑 楚林再次铤而走险 决心刺杀邓昌伦 暴露而不自知的楚林 仍然为林仲时卖力 再一次泄露了邓故意放出的假消息 等林仲时一行人赶到时早已人去楼空 气愤至极的林仲时再也按捺不住失去理智 一步步踏入邓昌伦设下的陷阱 举一死战的时刻到了 邓再次用佐马岭伏击站情报 引诱林仲时深入 不知自己上当的楚林再次通过夜三姑 将假情报传递给了林仲时 邓昌伦和楚林两人先去佐马岭摸准敌情 而此时蓄谋已久的楚林终于暴露了身份 面对举着枪面向自己的刘楚林 邓昌伦丝毫不畏惧 早已料之他就是内奸 另一边由金枣林带领的部队 正迅速向真正的伏击地点黄谷滩会合 林仲时果然有点军事素养 对佐马岭起了疑心 派兵侦查 队伍暂停前行 接下来如何让林仲时一步步走入陷阱 如何乖乖听话正印证了楚林自己所言的疑问 留下那间楚林还有最后一用 让林仲时相信他的情报走入陷阱 该死啊 你确实该死 为了一个女人 害死了陈九大队长等五名战友 我本该代表人民毕了你 但是今天 我先饶你一条狗命 这样也许 跟我们游击大队这一仗 能起点作用 实话告诉你吧 社服的计划 鉴于你是中队长 多少让你知道一点 林仲时已经带他的人 到了黄谷沟险滩 他比你强一点 宜心中不敢下口口 其实 他已经被退路了 张小春 端了棚场连防大队部 而且 还有刘上南的三大队的增援 周树林已经堵住了他的退路 今天我帮你出去 给你的主子 最后送你一条消息 实话实说 就说邓长伦 在走马林等他 让他快点下了黄谷滩 这样的话 你兴许 能够躲过陶大队长他们的乱枪 减条命 如果 你和林仲时紧急撤退的话 那就证明你的情报是假的 再诱骗他上当 他也会逼了你 为了革命的大业 我们游击大队 暂且放一条生路 懂吗 郑代表 此时走投无路的楚林 最终按照邓长伦所说照办 让一心众 不敢下黄谷滩的林仲池 乖乖落入圈套 自来 自来 别 别 别开枪 是我 是我 我找林大队长 快 我要进你们林大队长 走 我找林大队长 快 我要进你们林大队长 走 放手了 大队长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邓长伦这会儿 在走马里呢 哦 你这么容易就一个人跑出来了 我是中队长啊 一个弹步要想出来 还不好找借口 大队长 他说的有道理 就是 您快呀 大队长 我可是借口 赶上偷偷跑出来的 要是时间耽误长了 邓长伦他一定会洗衣心的 兄弟们 全体过头跑 日本走马里 抓到邓长伦的 有啥 就这样林仲持警惕心在众 无可避免落入圈套 一声令下 还未来得及反应的林仲持 四处逃窜 大队长众已经断掉了 现在我们立即通话 去按下断斗 出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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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此等绝境 林仲持对楚林不再信任 一枪毙了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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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自己也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 被邓张文枪毙 知晓秦歌阵王的叶三姑失去了保护 刘海盗 趁机逃出地主家 追出来的地主被荷花一枪毙 此时两个女人面面相去 也许是因为同为女人 深知乱世中的无奈 荷花最终选择放过了三姑 影片最终碾阳县彭长镇成功建立苏维埃政权结束 也宣告了地主阶级被贫困农民的剥削结束 一个新的被人民服务的世界从此建立